这次九合一选举的结果 对于未来政治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来看看专家学者的分析 国民党在这次县市长选举遭遇空前挫败 六都当中只有在新北市执政 而且被视为未来2016热门人选的朱立伦 更是只显胜对手游锡坤2万多票 16个非直辖市也只拿下5个县市 同为蓝营的清明党立委李同豪分析 马总统多年来在党政机器强大支援辅佐下执政 没有注意到民意向背 逼得选民只要把怒气都发在这次选举当中 李同豪建议马正不要检讨市政风格与能力 一个就是所谓的执政的无能 而且没有反省 所以像石安这种问题 不断的在人民的这种生活里面遇到困扰 在另外一方面就是马总统本人的市政的风格 他本身自视甚高 但是又不跟一般的人民进行沟通 就是非常非常的自我的主张 另外民进党这次一举拿下 十三席县市长宝座打破至2008年以来 失去中央执政后的第一名士气 不少民进党类人士更是对 2016总统大选充满信心 不过长期关注民进党发展的政治学者石正风认为 国民党的败选不代表 就是民进党胜选 尤其这是选民用选票表达对国民党的不满 民进党如果没有走出自己的路 未来2016总统大选 能否通过选民相同标准的检验 至于国民两党未来要面对哪些重要课题 曾担任过马政府亲服会主委的 空中大学工刑系主任李允杰指出 目前当家执政的国民党 要想办法尽快解决所得分配不均的问题 至于想重返中央执政的民进党 则是要面对长期以来两岸政策的招门 记者综合报道